有他们跟你的对话 我可以帮你确认一下 赶在富人汇款前 袁景及时来到柜台阻挡 就怕受害者上当受骗 富人表示 最近有网友告诉他 投资某公司保证获利 在预期稳赚不赔下 打算以新股申购的方式 大量购买股票 还不宜有他前往银行零贵 要汇款五万元到指定账户 对 上课了 袁景心中起疑 耐心解释很多假投资 真诈财的案例 但富人还是半信半疑 此时警方除了检视 富人的烂讯息 也调查汇款账户 发现果然有通报记录 跟异常金流频繁进出 赶紧调出相关资料 提醒被害人 才成功阻止汇款 警方呼吁 民众如果被要求汇款时 用其他说辞 欺骗行员就绝对是诈骗 民众千万要小心 此外 切勿听信来源不明的资讯 不加可疑投资群组 也不要使用 有疑虑保证获利的APP 跟投资平台网站 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记者 郭灿勇 台北采访报道